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由於國際援助疲勞、彈藥不足 烏克蘭軍隊連開炮都不敢了 但是西方領導人繼續去烏克蘭首都基庫搞一場挺烏鬚 他們的聯合聲明竟然點名中國 在未西方的論述當中 無論烏克蘭戰爭或巴爾衝突都關中國事 巴爾衝突的問題竟然因為中國袖手旁觀 而烏克蘭戰爭持續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制裁俄羅斯 但是西方一些媒體說自本林巴爾衝突爆發以來 中方對加沙的人道主義災難袖手旁觀 這個說法搞到中國的國家國際發展合作處 新聞發言人李明都要出來反駁 李明說他注意到西方這些評論 他說1月23日是林巴爾衝突爆發的第140日 加沙已經超過29,000人死亡 基礎設施差不多全面被摧毀 兩百多萬的加沙民眾無家可歸 缺食缺衣小藥 掙扎在生存邊緣 人道主義災難持續加劇 中方高度關注加沙人道主義局勢 第一時間提供了緊急人道援助 之後提供了多輪物資送達當地 他強烈呼籲國際社會 共同確保人道救援物資快速安全 無障礙可持續地送抵加沙民眾手上 西方媒體顛倒了因果 不批評美國出軍火支持以色列出兵加沙 不批評以色列連人道救援物資都不批准自由進入加沙地區 反而會批評中國袖手旁觀 的確是老露清奇 另外在烏克蘭問題上 美西方也不批評自己阻止俄烏達成和義 也不批評自己向烏克蘭輸送武器 反而批評中國賣一般零件給俄羅斯 2月24日 在烏克蘭衝突迎來兩周年之際 有些西方領導人趕赴烏克蘭 聚集起事實上已經對戰爭 尼曼駐厭倦的烏克蘭首都幾乎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比利時首相德克羅 和鵝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四個人 當日抵達基庫 以表達歐洲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 和消除所謂西方對嘔衝突失去興趣的擔憂 隨後七國集團舉行網上視訊會議 由今年的輪席主席意大利主持 而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也參加了會議 會後G7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終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並通過制裁手段打擊俄羅斯 聲明除了狠批俄羅斯外 還公開點名中國、伊朗和朝鮮 或這三個國家 在軍事上向俄斯提供支援 比如聲明說 中國企業向俄斯轉讓了 用於軍事生產的 軍民兩用材料和部件 要注意 G7聲明說的是 軍民兩用材料和部件 不是指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G7沒有人指控 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就來針對軍民兩用部件 換言之 一粒螺絲也可以是軍民兩用部件 問題是 歐盟和美國自己有沒有禁運 所有軍民兩用部件去俄羅斯? 美國真是一粒螺絲都不可以賣給俄羅斯? 美國為何不批評自己 而要批評中國? 它是否想阻斷中國和俄羅斯 一年兩千四百多億美元的貿易? 之前一日 中國常駐沃克蘭代表將軍 棄案例會審議沃克蘭問題的公開會上 發言時強調 中國不是沃克蘭危機的製造者 也不是當事方 中國沒有隔岸觀火 也沒有借機牟利 將軍說 沃克蘭危機延宕到現在 呈現了長期化、複雜化、擴大化的態勢 而這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 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令人痛惜 也值得深刻反思 國際社會應該共同努力 即尋求公正的合理方案 推動危機政治解決 讓和平早日降臨 事實上 G7這次會議做了幾件無效的事 第一 G7強烈譴責朝鮮向俄羅斯出口 變成供應彈道導彈 並呼籲立即停止 問題是 G7能阻止嗎? G7不能阻止 朝鮮向俄羅斯供應彈道導彈 就想阻止中國向俄羅斯賣螺絲? 第二 G7聲明說 將會繼續拉高俄羅斯的戰爭成本 減少它的收入來源 阻止它建立新的戰爭機器 還說最近西方所通過 一纜紙對俄羅斯的制裁 就證明了這一點 事實上正好相反 亦都好像我日前所說 只此對俄羅斯的制裁完全失效 俄羅斯制裁中活出滋味 國際貨業基金組織 俄羅斯IMF將俄羅斯今年 即2024年的經濟增速預測 大幅提高到2.6% 相對地 德國的經濟增長 預測只有0.5% 法國只有1% 制裁對歐盟大國的傷害 遠大於對俄羅斯的傷害 第三 支持領導人會議 確認了對烏克蘭的堅定團結 以及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決心 而2月24日當日會議主持 意大利總理梅諾尼和扎蓮斯基 為二烏兩國簽署了一項為期十年的 雙邊防務協定 同時加拿大和沃蘭也簽署了類似協定 並承諾今年提供22.5億美元的財政和軍事援助 但是美國呢? 美國因為眾議院不批准 一種緩烏經費都不能再給沃蘭了 結論是 資深得一個講字 拿中國來講話 做不出什麼對沃蘭的實質支持 俄許真相可以由美國之音的報道說出來 美國之音近日報道說 國會戰爭兩年 國際緩烏疲勞 彈藥不足 困擾烏軍士氣 美國之音是這麼說的 2月24日標示著沃蘭戰爭進入第三年 對過沃軍的沃蘭勇士們意外地發現外援正在減少 對他們來說 至關重要的武器彈藥越來越緊張 這樣無可避免影響到他們的情緒 失望痛苦危險和挫敗的感覺 只是沃蘭軍隊和社會各國漫延出來 美國記者最後走訪了沃浩交戰前線一個沃蘭城鎮 結果發現沃蘭人將自己的悲傷以圖鴉的方式 書寫在斷壁殘垮之上 他們說我們沒有太多要求 在距離巴克穆特勻遠的哈索夫亞爾市一度斷了圍牆上面 他們用黑色大字寫著 我們只需要炮彈和飛行器 放心,仗是由我們自己打的 是由沃蘭武裝部隊打的 沃蘭哈索夫亞爾市市長喬斯接受訪問時表達了類似的感受 他說自從俄斯總統普京決定入侵沃蘭以來 國際社會對這場勢力懸殊的戰爭很不樂觀 一路走來,國際社會的多變甚至不忠讓他感到非常沮喪 美歐之音的報道說 澤連斯基總統曾被全世界視為英雄 他當時所到之處掌聲雷動 美歐和其他西方國家也紛紛慷慨解囊 提供了大量的驚援和軍援 不過今天沃蘭遭遇的困境 在世界對俄好戰爭已經出現了視覺疲勞 外國援助開始減少 連武器彈藥都很難滿足戰場的需求 而俄軍氣抵擋烏軍去年發動了反攻之後 目前正沿著將近1000公里長的前線 向烏軍防禦陣地推進 近近幾天前,俄軍攻陷了烏東戰略地位很重要的 是阿夫迪卡夫市 哈索夫阿爾市距離阿夫迪卡夫市 即是50公里 哈索夫阿爾市市長喬斯說 他擔心早已被戰火移為平地的城市 現在會遭遇更猛烈的炮火和進攻 而沃蘭部隊的官兵 現在迫切感受到缺乏彈藥所帶來的壓力 一些沃蘭人分布戰場的時候都很明白 後方很難保證他們擁有足夠的彈藥 沃蘭第26炮兵內一個指揮官阿爾特姆 就向美國的CNN說 他的炮兵通常要聽他的命令 何時開火何時停火 而最近一段時間他的命令通常都是停火 這種感覺令人恐怖 他說去年夏天他們一天就會用100發炮彈 敵人的步兵根本不會想進攻 因為他們知道這裡每一支部隊都會用一切手段將他擊退 但是現在他不可以這樣做 他說現在他只能夠決定優先打擊的目標 是俄方的炭克炮兵還有多管火箭炮 但是如果他看到俄軍的步兵 就不會下令開火 他不會開炮因為他們必須截入炮彈 CNN說美國正援助沃蘭的資金 在去年10月已經用完 這位炮兵指揮官所說的情況 在整個沃蘭的烏軍前線都相當普遍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美國之音很少有如此如實地報導 沃蘭戰爭的失利情況 藉美國新增的6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計劃 因為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反對 而無法到位 所以連美國的官媒都說出真相 是想向共和黨施壓 第二,國和黨不會批准援污撥款 今年選舉年,美國支持援污的民意下降 共和黨反而可以借反對援污搶得選票 第三,沃蘭戰士目前就是這樣 沒有人沒有錢 打下去,沃蘭也沒有什麼希望 大家好,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六宇人金融hi-tea》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六宇人金融hi-tea》 《六宇人金融hi-tea》